就是忙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的话 你就是会想不到更重要的事 窍望最热闹的台北金融商圈 来台34年 有台湾先生支撑的古月寒 宁国60岁爬起山来 却剑步如飞丝毫不见疲惫 他笑说再忙碌也要事实 让身心沉淀 尤其今年以来全球股市走路熊市 台股随着美股剧烈震荡超过3000点 这波修正潮结束了吗 古月寒普关键时机 就算明年终有经济开始衰退的话 美国股票还有台湾的股票 大概都是半年前都会反应 在明年上半年会碳到底 下跌的空心并不是很大 语气凝重 因为联整会利率决策会议 将要在台湾时间22号凌晨登场 他直言美国不但会继续升息 台湾央行恐怕也迫在眉睫 比例掉到三十七八趴 这个位置跟五年前也差不多 一个算是一个底 所以我觉得其实外资 应该不会再继续慢 侃侃而谈古月寒过去从美林证券 花写环球证券再到如今的宽量国际 尽管一路走来曾因为预测失准 被冠上反指标的称号 但他不为外界旨意声浪 人像爬升一样越凑越勇 对于外资买卖手法更是了如指掌 坦言外资回补关键 除了国际风险必须逐渐解除 更有机会随着台股落地时间越来越近 趁机进场布局 但美国联署会利率决策会议召开在即 外资21号再度有买转卖 一举一动仍持续牵动 股市敏感神经 三菱旋律师刘富慈台北报道